3月23号清晨1点41分 一阵天摇地动 让全台不少民众都从睡梦中惊醒 这起今年最大的地震规模6.6 镇央在花莲近海深度只有30.6公里 最大震度台东县六弱 是地震新制实施后 首度测到六弱的震度 1点41分的这个点 它开始破裂 那破裂了之后呢 就带来一连串 它这个所谓的能量持续的释放 这起地震全台有感 从规模6.6主震发生后 两分钟之后出现规模6.1余震 接下来9个小时内 同一个区域规模3以上的余震 就有60起 地址专家研判 附近的池上断层 已经很久都没有大规模活动 规模已经到6.6以上的地震的话 其实已经规模相当一个中大型的地震了 所以它能量传达出去的时候 它很可能会去驱动旁边的活动断层 让它提早发生地震 发生在海底的隐墨带地震很频繁 但陆地上的非隐墨带地震相对次数少 以921之后来看 2006年12月26号 屏东恒春西方同一天之内 两起规模6.9以上的地震排名12名 接下来2009年 花莲市发生规模6.92地震排名第三 而接下来就是323这起规模6.65的地震排名第四大 由于释放能量很大 未来中小型余震将持续一两个月 甚至一年之内都会有中型余震发生 地震活跃期可能已经慢慢来临 甚至正在发生